大家好,欢迎来到善意讲庄修,我是善意 今天我们来聊聊人造版的甲权释放问题 很多人家里都会用人造版做很多柜子 我们都知道就算板材本身很环保 但用太多也会导致甲权筹标 那到底怎么算能用多少呢 一个卧室能堆人造版的上限又是多少呢 我查了六个相关标准 今天我们试着算一算 首先我们得知道人造版甲权释放的数值 如果是2017年之前 就算你拿到了检测报告 把数据贴你脸上 那你也算不出来 因为当时用的是干燥气法 测出来的值和空气中甲权的浓度 没有办法进行换算 人造版的甲权释放量 之前有很多种检测方法 其中用的最多也是检测成本最低的 就是干燥气法 2017年新国标GB18580 取消了其他几种甲权的检测方法 只保留了和欧标一样的 一立方米气候相法 这种方法检测成本比较高 测一次的三五千块钱 是干燥气法的10到20倍 虽然贵 但是这个方法测出来的数据更有说服力 单位也是毫克 每立方米和室内空气质量要求的甲权浓度单位 是一致的 有了一立方米气候相法的人造版甲权释放的数值之后 就可以简单粗暴的用人造版检测的甲权释放量 去追一下室内环境污染甲权限量的指标 这样呢 就能粗略的算出一个不超标人造版面积上限的值 先算出一立方米气候相法 每立方米甲权浓度不超过0.1毫克每立方米10 箱内能容纳多少的板材 再用单个房间的面积乘以层高 算出房间的体积和前面一立方能容纳的板材相乘 就是您这个房间能用的板材的平米数 屏幕上我给大家列了个案例 很容易理解 看一下就懂了 这样算的好处呢 是比较简单之介 但是很显然啊 它还不够精准 存在很多问题 具体的问题呢 大概有下面这四个 一没考虑家具暴露面的大小 二没考虑人造版的封边问题 三没考虑家具做好后的通风时间 四没考虑室内污染检测前的门窗封闭 大家可以先在单目上猜一下啊 上面这一二三四 到底哪个对最终的数值影响更大 如果你看完上面这四个小标题 就瞄的问题在哪呢 那后面上呢你也不用看了 但我估计啊 99%的人应该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 而这也正是甲醛问题越来越像玄学的主要原因 下面我就详细解释一下啊 争取让大家能更科学的理解这个问题 一没考虑家具暴露面的大小 人造版检测的时候呢 是按照0.5平米的板材双面暴露等于一平米啊来做的 但实际上呢很多家具裸露出来的其实都是单面 我们之前简单粗暴的算平米数啊 其实指的也是单面暴露的状态 如果所有人造版在你家都是以双面暴露状态存在的 那最终结果啊还得减半 这个呢影响有两个 一有些家具人造版本身就是双面暴露的 比如说餐桌的桌面 椅子面 柜子腿的等等 精确计算的话 这些位置的平米数呢就得减半 二有些柜的柜门关闭时 其实只有柜体和柜门单面暴露 但打开之后啊 不但是双面暴露 而且呢还会暴露出很多内部的隔板 这样精确计算的话 不但要减半 还得加上里面隔板的双面 那到底家里能用的人造版平米数 要不要减半呢 按双面暴露减半的话 房间能容纳的板材数量啊 确实就很少了 按甲醛释放为0.05毫克 每立方米计算 也就是贴着一灵的级别 10平米地面2.5米层高的房间 按单面暴露计算的话 上线为50平米 而按双面暴露的话 上线仅为25平米 一个2米长2.5米高的衣柜 不算门板背板 只算顶板底板侧板和层板 展开面积就已经达到15平米了 加上门板和背板就已经25平米了 也就是说光这一套衣柜 就已经把人造版能用的上线用光了 这么算的话 家里好像也用不了啥了 但实际上啊 这里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参数 封边面积 因为无论是单面暴露还是双面暴露 板材的表面都是有湿面覆盖的 它并不是心材直接裸露 真正影响大的 其实是心材到底裸露多少 也就是封边到底封多少 二 没考虑人造版的封边问题 大家先猜一猜啊 国标里面检测人造版甲醛释放时 要不要做封边 正确的答案是封一部分边 漏一部分边 国标检测实验需要准备两块边长为50厘米的正方形样块 每块有200厘米的边缘 其中75厘米的边缘不封边 以1.8厘米厚的常用爆发板来算啊 就是每0.5平展开面积 对应0.027平方米的边缘未封边 未封边边缘的面积 占比展开面积的比例为5.4% 只看比例啊 还不太好理解 以50厘米正方形样块来看啊 也就是有135平方厘米的不封边的面积 而安装一个脚链一般也就是破坏10平方厘米左右 按照135平方厘米不封边来算 这就是打算在这块板上装10多个脚链啊 直说了吧 我觉得按国标的测试方法啊 未封边这个比例呢 留的有点高 普通五金开槽打孔 其实根本破坏不了那么多边缘或表面 如果家里能保证边缘尽量都是封闭好的 那人造板的用量呢 可以再翻好几倍 重点提醒一下 封边和不封边 甲醛释放量差距非常大 一块按国标只能平定为一一的板材 如果全封边在侧 那可能就ENF级了 只要你拿一块没封边和已经封边的板材 用鼻子吻一吻 那你就能理解差距到底有多大 与其花钱做什么甲醛治理 那还不如定制家具上门安装的时候 你用铝箔胶带把所有未封边的地方自己缝一遍 国标里呢也是用铝箔来封边的啊 效果没问题 当然这个具体数值呢我也还没有啊 实验呢也在准备和进行当中 感兴趣啊关注我 后面呢我会发具体的实验情况 同时要再提醒大家三个注意事项 第一购买定制家具时一定要注意看封边 起码要达到使用热溶胶全自动封边机的水平 第二无论是五金选购还是现场安装 都要注意尽量减少对已封边板材的破坏 如果呢不能避免啊有破坏 那及时用铝箔贴好所有的暴露的边缘位置 第三如果有没法用机器封边的背板等 那请自己准备好铝箔在商家安装的时候呢 自己把所有没封边的裸露位置密封一遍 此外呢还有一个关于地板呢单独提醒一下 检测的时候啊地板是0.5平米四个样块 并且呢要封闭背面和所有边缘只暴露正面 这其实和真实的使用环境啊还不太一样 木质地板靠墙一侧呢是会切割的 会有裸露的边缘 那对应呢建议大家只要家里用的不是那种啊 完全没有甲醛的WPC啊这种的地板 那最好在铺装的时候 在边缘切割了的地方也贴上铝箔密封一下 三没考虑家具做好后的通风时间 之前就有人问过我啊说一立方米气候相法 板材放进去那多久才开始测试呢 刚放进去和放进去几天之后呢 数值肯定不一样啊 这个问题啊提的非常好 那标准里呢是这么说的 有两种情况会确认最终的数值 第一种是连续四次测试波动很小 取这四次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的数值 第一天呢不测 前几天呢是每天测两次 后面呢就是每天测一次啊 如果有连续四次数值变化不大 就默认为达到稳定了 第二种是连续测了28天 数据波动还是很大 那依然呢会取最后四次数据的平均值 但结果出来时候呢会被叫做临时加全释放量 并且还会随附说明说稳定状态没有达到 然而我现在是没看见过第二种这种的标注啊 如果你看到的报告呢也没写临时加全释放量 那肯定就是28天里面已经稳定了 这个顺带啊给这个国标提个改进建议啊 以后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到底多少天达到稳定 你也标上啊 家里咱放味儿是不是也有个参考 因为检测报告没写几天达到稳定 所以呢我们可以默认为至少28天之内呢 它达到稳定了 对应的如果你要测自己家里已经做好的家具的甲醛释放量 那最好呢也等到28天之后 这时候呢就应该已经稳定了 顺带破除某些人的一个误区啊 网上总有人说什么高温高湿加速甲醛释放 这就是纯扯淡 只要你这个人造版是用尿泉胶或者三聚氢胺等等 就是由甲醛缩合的这种胶来做的 那么除非你这里面这些胶都已经分解没了 否则呢甲醛的释放啊就不会停 你非要用高温高湿 其实啊它是在破坏整体的封边 以及内部本来就比较稳定的尿泉胶 一块封边完好可以达到ENF级的人造版 被你这么高温高湿折腾完之后啊 不仅力学性能会变差 而且呢甲醛释放可能一一都挡不住了 因为封边都被水抛鼓了啊 里面的尿泉胶本来挺稳定 现在也都分解了啊 不要用高温高湿考验人造版 也不要用故意破坏尿泉胶等胶水稳定性的方法 加速释放甲醛 对待人造版内甲醛的正确处理方式 并不是疏通 而是封堵 你要是实在担心甲醛的释放 倒不如把所有的五金拆下来 把所有没有封边的地方找出来 然后重新在开槽打孔的五金的位置 以及没有封边的地方封一遍铝箔 彻底封堵住甲醛释放的路线 这才是正路 四 没考虑室内污染检测前的门窗封闭 测室内的甲醛之前啊 需要关闭门窗 这个呢大家都理解 那以立方米气候相法啊 就测甲醛的那个国标 是不是也要密封呢 如果是密封呢 那甲醛浓度应该会持续上升啊 怎么还会变低能稳定呢 这个问题啊 估计很多人没想过 或者是没想到 正确答案是国标检测时 以立方米气候相法的那个箱子 是有空气流动的 流动速度呢 正好是每小时换一次气 这个就有点扎心了啊 因为如果您家门窗关闭 上个普通的新风 可能也做不到啊 每小时换一次气 不过如果你是把门窗打开 那一般20分钟之内呢 就足够房间整体换气一遍了 这里呢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 我们知道目前有两个国标里 都有关于室内甲醛浓度的限制 一个呢是民用建筑工程的 0.07毫克每立方米 另外一个呢 是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 0.10毫克每立方米 那到底该用哪个呢 直觉上肯定是民用建筑工程 这个0.07更严苛 但实际上啊 其实2002年执行到现在的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 0.10毫克每立方 更严苛 他俩的区别在于 民用建筑工程标准 虽然数值要求0.07比较低 但检测环境啊 要求的就比较宽松 如果有集中通风 那要开着通风检测 如果没有通风呢 保持门窗关闭 只要一小时就可以测了 而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虽然数值是0.1 看着好像高一些啊 但是检测环境要求门窗 关闭12小时再测 那这个就肯定是严苛多了 门窗关闭时间 或者说密封时间会直接影响到 甲醛测试的结果 以人造版甲醛释放的检测方法 如果换成密封箱 那可能数值就要翻好几倍 或者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想要一个 检测出甲醛超标的数值 那你就先密封24小时以上 然后再测 那本来不超标的 可能也会超标 当然这么搞出来的数据呢 就没有法律意义了 别用这招干啥坏事啊 四个问题讲完了 对人造版的甲醛释放 你是否有了更多的理解呢 不知道您现在是更担心甲醛问题了 还是不像原来那么担心了 好 最后结合上面讲的四个 没考虑到的问题 我把现阶段认同的 不超标人造版面积上限的计算 再演示一遍 为了方便大家呢 我做了一个Excel的计算表 本地的 不需要填写任何手机号什么等等 直接就可以用 表格呢 依然是自动计算 同时锁定了不可填写的区域 只保留了黄底部分 可以更改 避免有些人啊 拿来做坏事 填写好房间的长宽高 会自动算出房间的体积 同时呢 还会自动给出国标价 三档人造版的可用上限 并对上限做了单面和双面的区分 如果您对自己要用的人造版 以及定制家具的情况 有更多的了解 那可以进一步详细填写信息 首先是人造版的情况 可以用三种方法 获取四个数值 先是选板材的等级 可以获得对应的 等级的上限和下限的数值 然后呢 是根据检测报告 可以填写报告上的数值 最后是您根据自己的想法 填写一个自己比较认可的数值 比如说 你认为检测报告是假的 或者呢 你想填一个值啊 就是纯粹用来作为对比等等 三种方法选盘 会在下面生成八组 单面和双面暴露的数据 前四组 您可以自己调节的量呢 是甲醛的上限去值 后四组 还多了一个封边 对甲醛释放的影响系数 封边对甲醛释放 这个影响非常大 所以啊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这个百分比啊 指的就是 封完边之后 会变成原来的百分之多少 好 本集就先到这里 定性判断 人造版甲醛释放的实验还在做 我也在试图帮大家摸索一条低成本 其还算靠谱的自测方法 后面呢 有进展会给大家更新实验的相关情况 着急看中央游知识的 去10家ok.com的个人博客 想要加群的 用10家ok.com群 这个网址进群 高手在民间 求赞求转球币求关注 播放越多 下集来的越快 我们下集再见